晚上晚上来今天台湿晚间新闻 我是一如 台湾的居然亮红灯了吗 曾经演出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演员唐飞 今天下午开车前往艺人艾成的追思会途中 经过了剑谈结运站 突然被一名通气贩闯入车子 勒住脖子抢走了财物 所幸当时有两位热心的民众 立刻上前协助才成功地压制歹徒 那么他也感叹了 怎么样都没有想到 大白天的竟然会在台北市的街头 遭遇抢匪 女艺人唐飞趁着停红灯 下车到后车厢拿东西 才刚刚回驾驶座来不及锁门 就被一名歹徒冲进车内 大力勒住脖子抢走皮夹 得手后立刻逃逸 这时唐飞大喊有抢匪 马上有两位热心民众上前压制歹徒 这特地点是正常一号出口 就在哪路开车道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有抢匪大胆犯案 拉扯过拳中 唐飞头部被重击 手部也多处挫伤流血 经济送一宝扎 他就从我的后座 右后座上来 然后直接累住我的脖子 在我的副驾驶座 翻我的包包 招我的钱包 之后还洗我的火 但他又从后座离开 然后我一直抓着他不放 所以他把我拉到后座去 想起整个遭刑抢的过程 唐飞还是相当惊恐 到警局时讲话都还微微战斗 而这名抢匪 其实是一名前科累累的通气犯 道安后宫称 是因为缺钱买毒才会当街刑抢 移送桃园地方法院来归案 那本案的部分 另一毒品 以及抢夺强盗等现刑犯 逮捕移送 唐飞当时开着车 正要前往同公司艺人艾成的追思音乐会 赶着送好友最后一程的途中 竟然碰上凶狠强匪 真的幸好有见义有为的民众 联手制服 才没有酿成更严重的伤害 这道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 对不起